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 这可怎么办 太医 你有没有想过 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 未来三天之内 非常关键 这孩子在府内膳食 应以清单为主 多加休息 防止受风 有劳太医了 你一定要全力救治 请王爷放心 我一定尽力救治 此病好发于三岁以下 婴幼儿 如果府上有其他幼儿 应尽量避免接触 以防感染 王爷 太夫记 如果没有其他吩咐 我就回太医院抓药了 去吧 下官告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爸爸 我们的父亲 把我孩子还给我 孩子已经死了 我要把她alo 把他带走 不可能 他没有死 我求求你 把他还给我 把孩子还给我 把孩子还给我 我要孩子 我要我的孩子 你现在满意了 我的孩子死了 你现在满意了 为什么 他只是一个孩子 他病得那么严重 你为什么看都不愿意多看他一眼 你叫我怎么去关心他 我也曾试图去接近他 去保护他 可是他始终都跟我不亲 这是天性 勉强不来的 那是你的偏见 勉强 他是我们的孩子 如果他死了 我也不会活的 魏力 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 我们还年轻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 你根本什么都不明白 你从来都没有真心地接受过云克 你一直觉得 他是我们之间的祖爱 你甚至希望 他就此病死最好 对不对 你错了 你 你有多爱我 我却有多爱云克 既然这个孩子 这么让你无法接受 好 那我们就永远地离开你的 不要 不要 美丽 不要 希望的是 你懂得珍惜我们的孩子 不要 美丽 不要离开我 不要 不要离开我 美丽 美丽 你 你 我 不要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已经出疹子了 允克 允克 没事 太医生了这是正常现象 小心护理就好了 来 我来了 你去休息 来 好了 乖 来 来 来 吃药 你去休息吧 去吧 快去吧 乖 允克归 好 乖 允克 小翠 太夫见吉祥 允克怎么样了 允克少爷还在发烧 我正要去煎药呢 魅梨呢 哥哥因为担心允克少爷 还没有脱离险境 哭得很伤心 昨晚王爷也来照顾 一夜未眠 去吧 奴婢告退 好了 好了 不哭啊 允克 不哭啊 允克 允克 不哭 怎么样 阿姨 阿姨 还在发烧 阿姨 还在发烧 不过好多了 已经出疹子了 出了疹子就没事了 行了 你也歇息一会儿吧 人的身体不是铁打的 累坏了怎么办呢 不行 明珂正是生死攸关的时候 我不能离开他 我要陪着他 阿姨 季萱 婆娘 要不你先回去吧 走的时候记得带上来 你可受不得疯 阿姨 允克 阿姨 允克 乖 不哭啊 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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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啊 来 吃药 额娘 允克这次病得这么重 我要不要过去探望一下 也安慰一下妹妹 你就不要去了 允克这次出疹子 会传染给孩子的 你在房里好好照顾允绝 希望这孩子能渡过这一难关 额娘 靳萱在妹妹的房里一直照顾允克 这日以继夜的 万一搞垮了身体可怎么办 要不您去劝劝他 让他暂时休息一会儿 喘口气再去吗 劝过了 劝过了 他不放心允克 劝过坚持不走啊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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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科 云科 美丽 云科没事了 阿玛说过会保护你的 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美丽 云科没事了 退烧了 她好了 云科她好了 云科她退烧了 没事了 云科 莫金选 谢谢 太好了 谢谢 王爷 王爷 云菊小主子哭闹不停 大福建请王爷回去帮忙 云菊最乖了 不哭不哭 云菊 不哭不哭啊 幸好你没发烧 你可千万不能被云科传染了 我娘宁愿自己受委屈 也不能让你受半点苦 不哭了 乖乖乖不哭了 阿玛一会儿就回来了 额娘不会让云科 你那个哥哥 抢走你阿玛的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小姐小姐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王爷呢 王爷 王爷说 云科少爷才刚好过来 他要继续照顾他 你的意思是他不回来了 是 可恶 领决不哭 额娘不好 额娘不应该那么大声 可怜的孩子 别人家的孩子 都有人疼有人爱 可我的孩子也需要阿玛的爱啊 现在 空有这世子的头衔有什么用 到头来 还不如一个数字 小姐 忠喜而说句不中听的话 虽然你向来都跟侧府尽和平共处 可是 也不能让小主子 是了王爷的宠啊 你说得没错 我宁可自己受委屈 和美丽分享金轩的爱 可是 我绝对不允许 云科抢走云爵的父爱 这好玩吗 好玩吗 这个 拿着 云科现在的气色 看起来好多了 是 这孩子生自古好 虽然是大病一场 不过太医说他已经没事了 这孩子生病啊 当额娘的就是费心 这段时间辛苦你这个 当额娘的了 这一次 多亏了金轩对云科不眠不休 悉心照顾 我真的是很感动 看到金轩对云科这么用心 我也吃醋了 云科 你能这么想 我也就放心多了 云科的病已痊愈了吧 是 谢谢皇上关心 金轩啊 你这阵子 为了他的病 辛劳了 这是为人父母应该做的事情 云科能势而复得 让我感受良心啊 我已经错过了他的周遂 如果让他在大病中 孤独地走了 我这辈子 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清轩啊 说到云科的周岁 也怪朕当时是一时疏 朕没想到世子燕当天 正好是云科的周岁 早知道这样 朕满一天再封云诀就好了 这都怪我 我不想委屈了云科 也不想委屈云科 更不想服逆皇兄的美意 所以当时 没有及时地向皇兄提起 很好啊 静轩 你现在考虑问题非常周全 看来 你比以前成熟稳重多了 可是我还是委屈了云科 你呀 只有大小福尽 两个儿子就这么烦心 朕呢 朕有家力三千 世人都羡慕朕 有三宫六院 可又谁知道 齐人之福是不好销售啊 这后宫争宠是烦恼万千 你现在应该知道朕有多难了吧 难为皇兄了 静轩怎能跟皇兄相提并论呢 我只是心疼美丽这些年所受的苦 我不想让他再受委屈了 静轩啊 你真是一个多情的人啊 你心中念自私自的 始终只有美丽一个人 果真没有其他人吗 这件事 当年我在成德 就跟您提说过了 我会用我的一生 来保护美丽 让她幸福 皇兄无须置疑 好了好了 你放心吧 不要再为这些事烦心了 有些事情朕会给你做主的 谢皇兄 格格 你还是让我把允克少爷抱给奶娘吧 你也好早点歇着 没关系 我去都陪她玩一会儿 你让奶娘歇出去吧 是 王爷几下 静轩 美丽 告诉你个好消息 皇上正式封允克为贝勒了 真的 谢谢 静轩 谢谢你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之前答应过你 我必须要遵守承诺 虽然我给不了世子的封号 但是我保证 我会给她满满的父爱 我会给她满满的父爱 你看这盆灾 今天浇水是不是多了些呀 回禀主子 梅呢 浇得恰到好处 那就好 那就好啊 主子 这盆是美丽格格在成德 亲手为您栽种的吧 是啊 这就是美丽送的 你看 长得多好啊 是啊 这都快六年了吧 六年了 岁月是不饶人啊 嗯 像当年 静轩在成德惹祸的时 好像是昨天的事啊 这会儿啊 这允客贝勒 都该请私属老师了吧 接着 允客 阿玛我也要玩 阿玛我也要玩 你让开 你让开 把哥哥拉起来 允客 他是你哥哥 你不许欺负哥哥 你们都是阿玛的好儿子 知道吗 嗯 来拿着 speaks阿玛 谢谢阿玛 嗯 唉呀 这么多年躺在你怀里的我 已经不会再做噩梦了 那就好 不过你不用谢我 我就是你的依靠 我活着就是为了让你幸福快乐 婆娘 婆娘 来 别理她 婆娘 你这个阿玛 怎么还跟孩子吃醋啊 好了好了 我去看看 追你了 不许跑 我害怕 我要跟你们一起睡 男子汉大丈夫你怕什么呀 我的房间是臭臭的 不如个娘箱 也不如阿玛箱 真的吗 阿玛箱吗 香 来 阿玛抱抱睡 其实额娘更香一点 你这个鬼东西 好好好 额娘给你睡啊 来 好了 睡觉了 睡觉了 睡吧 这干啥呢 吴远洁就是好动 你看她多调配 好动的孩子啊 聪明 这家伙前途无量 苏英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允爵将来会怎么样 不知道 可是他现在受了委屈 我可是亲身体会到的 允爵已经是庆王世子了 谁敢让他受委屈 阿玛 你也认为世子应该备受尊崇 地位有所不同才是吗 那当然了 可是靖萱 他对允爵允克一样的好 有时候他甚至会偏袒允克多一点 怎么会这样 那怎么可能 额娘 这才是我担心的 苏英啊 恐怕使你多虑了 允爵现在已经是世子封号 地位稳固 如果庆王爷没有太明显偏袒的话 你就不要太计较了 否则物极必反 后果更加不堪设想了 你光让苏英不要计较 你怎么不让美离母子俩安分一点呢 美离凭着有庆王爷和老祖宗的支持 让我们家苏英受了多少委屈 现在连他的儿子也跟着受宠 就怕将来允克恃宠而交 坏了规矩 允爵空有过世子名分 有什么用呢 对 这正是我担心的 说得有道理 世子的威望 的确要从小开始树立起来 让大家习惯了就好了 来啊 来啊 抓不动我 允克 来啊 来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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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摔疼了没有 摔疼了 那我们去外面玩好吗 好 小心点啊 放心吧 允克真乖 都会照顾人了 他跟表哥小时候真像 招女孩子喜欢 我记得我小时候 就爱围着表哥转 雨柔也是特别地活泼可爱 你一个人把他拉齿这么大 真辛苦了 看着孩子健康长大 再辛苦也值得 一切 天下 你不打算再要一个吗 我所有的爱都给允克了 实在没有心思再要一个孩子 你是怕敌树之分吧 若再生一个还是数字 我的身份让允科 遭受了太多不公平的待遇 何必再害另外一个孩子呢 这倒也是 我见过太多贝勒们的不平遭遇 都是心酸 表嫂你这么做是对的 少一个孩子 少一份母亲的伤心吧 梢雄 静萱 什么事 从我进青王府 你就废了美丽跟我跪拜请安之礼 这个我可以不与计较 可是现在允科已经五岁了 有些规矩还是要确立的 你一定要救世重提吗 是 美丽那部分我可以听你的 可是允科不同 我们还没有正确 我从小就得让允克懂得 允爵是世子 就算允克是哥哥 他也要向允爵叩拜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 家庭和谐最重要 这些年来 庆王府一直相安无事 难道你一定要为了这些 繁琐的规矩 闹得大家不愉快吗 没事找事 你 杀呀 杀 杀呀 杀呀 杀 杀呀 卡 杀呀 别跑 杀杀杀 别跑 小心点啊 慢着点 别磕着了 别跑 杀 来来来 苏盈啊 你看他们祖孙二人玩得多开心 苏盈 你这人家都想要 你这人都想要 有没有 对 你这人都想要 你这人都想要 我尽管了 你这人都想要 宋盈 世子的威望 是要从小树立的 你得让他们养成习惯才行 这事我都跟靖萱说过 他不但不答应 还把我教训了一顿 那 宋盈啊 你是庆王府的大福晋 有些事啊 该争取的时候你还要争取 能说的我都说了 他不答应你让我怎么办啊 今天是佛祖得道之日 依习俗要喝八宝粥 你们能陪我来喝粥 我真的很开心哪 谢老祖宗 大家开动吧 别拘礼了 允客 我这一碗比较不烫 先给你 那我这碗给你 好 不过你还是得慢慢喝 免得被烫到 谢谢四阿哥 甭客气 美离 你看 小四跟你们家允客 相处得挺亲近的 真是难得呀 我们家四阿哥平时不理人的 可能他们两个比较有缘吧 我说是婊嫂把允客教得好 很懂事 难怪老祖宗在这么多孩子里 最喜欢允客了 允觉 小心烫啊 四阿哥说要慢慢喝 才不会被烫到 你慢点喝 嗯 你看 允客和允觉 毕竟是亲兄弟呀 看 哥哥多照顾弟弟呀 是啊 玩乐 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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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平常应该多带孩子们 到宫里来玩一玩 你看多热闹啊 是啊 没有 没有 这里 找个来了 老祖宗吉祥 免礼了 谢老祖宗 妈妈 阿玛不是说 老祖宗一起去逛庙会买年货的吗 阿玛没忘 允爵真聪明 你还知道要年货呢 老祖宗 这都是静萱教他的 说这过年呢 要值办年货 他一听就记住了 每天嚷嚷着要值办年货 真聪明啊 静萱 这允爵也大了 也该带他出去见识见识 我们一家三口 很久都没有出去玩了 我要去苗会 我也要去阿玛 老祖宗和雁 öz与 老祖宗和老祖宗 也认为是 妹妹 你说是吧 有没有 我要去 我要去 云克 来 过来 你不想陪哀家了 来 到哀家这儿来 我要去 来嘛 还有好多赏赐呢 来来来 过来过来 过来 静萱 你要去就快去吧 云克 等一下啊 有好多宝贝等你挑呢 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好不好 好 好不好 乖 真乖 云克最乖了 走走走走走走 云克 老祖宗送你的礼物 你不喜欢吗 没有 云克是不是也想去庙会玩啊 又SSUR 我看到 dock온 鹅娘陪你去描绘吧 谢谢鹅娘 你呀 主子 我看亲王大福晋 是在友谊排挤美黎格格 会不会是因为您和亲王爷 都特别宠爱美黎格格 会不会是因为您和亲王爷 所以他心里不平衡呢 只要是多妻妾的王孙公子家 这种情况都难免 可是 美黎格格为人毫无心机 他怎么能斗得过大福晋呢 我也不好明着插手他们的家务事 你看我 故意当众宠爱允客 就是想大家看着我的面子 对美黎母子少一点欺负 可是 我看大福晋反而更加地嫉妒 我担心 会不会引起他更多的反感呢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喽 我要不是明着袒护他们 他们母子可能会受更多的欺负 现在积国自己的计划 不会构了 你爸也不知道 那不想过来 走了 我切话啊 你就乖啊 好看吗 好看 看那个 套中了啊 真棒 再挑一个吧 哎 糖葫芦啊 冰糖葫芦 来 来个糖葫芦吧 和娘 这是什么 这是糖葫芦 是你阿玛和和娘最喜欢吃的 真的吗 那我也要 自己挑个大的啊 好吃吗 好吃 让开 让开 阿娘 糖葫芦真好吃 以后我每天都要吃糖葫芦 好 允克要是喜欢 阿娘每天都买 好 最好能跟阿玛一起吃 你阿玛公务很忙 不一定天天陪你吃 那阿娘想陪我吃 好 你也吃啊 好不好吃 好吃 我的糖葫芦 芸葫芦 你怎么样 我的糖葫芦掉地上了 阿玛也不见了 阿玛也不见了 阿玛 我要叫阿玛 你为什么不让我叫她 阿玛想自己带着你逛街啊 阿玛也可以跟我们一起逛吗 阿娘是不是怕到阿娘不高兴 敏克 我们再逛其他的地方吧 你喜欢什么 阿娘都给你买 什么都买给你 好不好 要是能买一个阿玛就好了 阿姨 阿也不知 哈 哈哈 啊 嘿 唉 快跑中了 跑中了 你可真棒 这个归你了 阿玛 我们去吃糖糊 好 你可这么棒 想吃什么阿玛都买给你 嗯 阿玛 买完糖葫芦再去玩 我还要再玩套圈圈